上一集我們去了青衣東北公園看日落 今次我們去看青馬大橋 今次的起點是青衣方田美徑淡江山路入口 終點是青衣自然徑的野餐區移 青衣方田美徑這條路很少人走 如果你是乘地鐵的話 你可以在青衣地鐵站出 出了閘後沿著青衣海濱巡邏 步行前往 如果是乘巴士的話 就在長安巴士總站下車 然後沿著箭水方向步行前往 到齊了 往後沿著單車 一邊走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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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 大約用了16分鐘 走過荒田美景去到長雲巴士總站 沿著墊水的方向下走到盡頭 就是青衣自然境不免入口 這條路線有很多樓梯和斜路 雖然近海 但是因為樹木山得很某省 所以不太見到海景 去到山頂前 這是唯一一個可以見到海景的缺口 今天整排中用1個 去到3號觀景亭 都只是見到樹見不到海 好溫暖 海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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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由北面的入口走到這個位置大概用了25分鐘 這個區面積不是很大 如果人多就沒有位置 等一看 好,您可以先放我一 Pan 好,您可以往右邊 好像我可以移動 偏偏偏偏偏 手機 更好,你看 駕駛 駕駛 不真不太 我們走的時候差不多六點 很多人這個時候上山看日落 我就選擇沿途至返經方田美敬回青衣東北公園看日落 謝謝